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有人所说的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有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 一个人有多成功 要看他与谁相伴 人生下半场 若遇到这三种人 请记得 一定要深交 人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银珠宝 不是房子门店 也不是股票基金 而是一个好的人品 则有呀 人品第一 听说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女孩和父母闹翻了 打电话给好友 希望能到好友那儿住一段时间 好友很疑惑 问女孩为什么 女孩说因为男朋友 好友更疑惑了 女孩的男朋友帅气阳光 长袖善舞 情商颇高 且有车有房的 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财务经理 前途不可限量呀 这样的人他父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原来几天前 女孩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了 开始的时候呢 他父母还挺满意的 问了几个问题 他男朋友也对答如流 可后面闲聊时 他男朋友母亲打电话来说 他外公不太舒服 让他陪着去趟医院 他男朋友很不耐烦 说 打个车不就好了 我陪着他也好不了呀 他父亲脸色有点不好 他男朋友继续道 我这还有事呢 我先挂了 听完这话后 他父母当时脸色就很难看了 后面就让女孩跟男朋友断了 他父亲说 一个连亲人都不顾念的人 人品能有多好 你跟着他呀 将来一定会吃亏的 说到这儿 女孩带了哭腔继续说道 两年的感情 是说断就能断得了的吗 是 他是有错 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不好过 最后他问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好友想了想 发给女孩这样一段话 喜欢一个人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两个人在一起 走得近靠志趣一致 走得久 靠人品一流 在这个冷峻又多变的时代 一个好的人品 才是最好的倚靠 一生不长 和一个人品好的人在一起 很重要 李开复曾说过 我把人品排在人才所有素质的第一位 超过了智慧 创新 情商 激情等等 我认为 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有了问题 这个人就不值得一个公司去考虑雇佣他 在感情中也是如此的 如果一个人的人品出了问题 这个人就不值得去爱了 要知道 感情到最后 拼的都是人品 人品好的人 才值得深交一辈子 去靠近正能量的人 李开复说 多交点正向朋友 补充正能量 才能走出人生困境 人与人之间 有着能量的磁场 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终日萦绕在耳边的 是长虚短叹 整天出现在眼前的 是愁眉苦脸 渐渐地 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变得消沉 颓废 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他的活力 热情 干劲 会不断影响你 他的积极乐观 进取也会不断地感染你 慢慢地 你也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靠近正能量的人 才会收获人生中的快乐与美好 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有位秀才进京赶考 住在一个店里 考试前几天的一个晚上 他连着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 第二个梦是梦到下雨天 他带了个斗笠还打伞 第三个梦呢 是梦到跟心爱的表妹脱去衣服 躺在一起 却背靠着背 秀才不知道这三个梦的寓意 第二天赶紧去找一个算命先生解梦 那算命先生一听叹息道 你还是回家去吧 你想呀 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 带斗笠打雨伞 不是多此一举吗 跟表妹衣服都脱去了 却躺在一张床上背靠背 那不是没戏吗 秀才一听 心灰意冷 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 店老板非常奇怪 问他 不是过几天才考试吗 你怎么今天就准备回乡了 秀才把算命先生的话转述给店老板 听秀才这么一说呀 店老板乐了 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 你想想呀 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 带斗笠打伞 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 跟你表妹脱掉了衣服 却背靠背躺在床上 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了吗 秀才一听觉得颇有道理 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 结果中了个炭花 故事中 店老板无疑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并把正能量传给了秀才 算命先生则与之相反 而秀才选择了相信充满正能量的店老板 继续参加考试 所以才能高种炭花 如果他当初听了算命先生的话 未开始先放弃 还能中炭花吗 古语有云 与善人居 如入知蓝之事 久而不闻其香 及与之话矣 与不善人居 如入鲍鱼之嗣 久而不闻其臭 亦与之话矣 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生中最不幸的就是 由于身边缺少正能量的人 而让自己平庸地过完一生 去靠近正能量的人吧 和他们在一起 你会生出对生活的热爱 发现人生的美好 和优秀的人一起进步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让自己变得优秀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呢 有一个高赞回答是 与优秀的人同行 诚然如此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变得优秀 一个人熬的时候 孤独 无助 焦虑 一起袭来 总有坚持不住的时候 但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就不一样了 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 就是比常人自律 等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看到身边那个优秀的人 还在努力 一咬牙一跺脚 看儿也就过去了 与优秀的人同行 能走得更稳更远 有这样一则故事 李嘉诚的司机 为他工作了数十年 后来准备辞职离开 在他离职之前 李嘉诚很感念他这数十年来 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为他准备了两百万 让他安度晚年 但是司机却拒绝了 他说 在您身边这么久了 我一两千万还是拿得出来的 这话让李嘉诚感到非常诧异 问道 你怎么存了这么多钱呢 司机回答说 我为您开车 您坐在车后打电话说 想买哪个地方的地皮 我也会去买一点 您说哪只股票值得留意 我也会去买一点 渐渐地积累到现在 差不多有一两千万的资产了 在好莱坞流行一句话 一个人能否成功 不在于你知道什么 而在于你认识谁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与谁同行 有人说 你的水平实际就是 与你最常接触的 五个人的平均水平 所以如果想要变得优秀 收获成功 那就去靠近那些优秀的人吧 和优秀的人一起进步 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 荀子说 彭生麻中不服而直 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 诚然如此 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接触什么样的环境 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高度 与人偏好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变得温暖 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能光芒四射 与优秀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跟着成长 曾经听过一句很有趣的话 跟着苍蝇走 你会找到臭水沟 跟着蜜蜂走 你会找到花朵 跟着蝴蝶走 你会闻到花香 你是谁 只能决定你的起点 和谁在一起 才决定了你的终点 一生不长 选择跟谁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往后余生 愿你选择与人善品正 积极向上 出类拔萃的人在一起 而后 变得温暖 乐观 优秀 共勉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给我们留言互动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我 ko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